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喂 熊总啊 那个那个 姓林的猎头来电话 约晚上吃饭 又出现了 那您怎么说的 我说我得请示啊 那你去请示郑总啊 你跟我说干什么 不是您说的吗 有人约郑总要向您汇报 慧成功我再跟你重生一遍 你这个蠢货 我说是女人 有女人约她你跟我汇报 那是我一时糊涂 我蠢货 你少给我装糊涂 你这电话不是打给我的吧 是啊 熊总 不好有警察啊 我先挂了 会成功 是不是对你有意思 熊总你自己听吧 有 这不算千万一字啊 给你听的不算 晚上去看电影呗 去离你家近的电影院 一边去 两位老总一直都在客厅请客 我没地方去 要不消音 我请客 臭小子把我们都打进去了 一边去 你看看你这个人 我车机车总你又不用说了呀 我就不信你在家带着有意思 可以啊 公车私用 一边去 什么时候开始的 来这儿上班之前 就乱打赏 之前你们就认识啊 就是在面试之后 他跟我打过电话 说要跟我聊一聊复事要点 我呸 我们什么时候有复事啊 我那时候哪知道啊 那他约你了啊 你去了没 我说一边去 嗯 干得漂亮 女孩就得矜持 就得给她制造点难度啊 嗯 下部长这一落吧 周围的人全晃了 全都是三部正所 不出门 不见人 不接电话 什么消息都要 可以确定的是 下的秘书显赫 妹夫秦正义 加上落一人 肯定是都进去的 多少天了 上上周二 十几天吧 如果仅仅是协助调查 也该出来了 谁说的呀 这才十几天 调查 不是喝茶 都是风暴中心的人 哪儿这么容易啊 关键是看罗一仁 在中保传媒的经营上 有没有违法的行为 有没有都不重要了 中保的来历说不定就有问题 这么大的公司 汉地八重就起来了 罗一仁他哪儿来那么多钱 国企的项目 排着队的商量 图什么呀 山谷是命好 纽交所上市之前 还跟中保谈命购呢 幸亏没谈了 小道消息说 孟董事长是收到罗一仁触交的暗示 随后 山谷才宣布并购失败的 我在网上看到过这样的传言 如果并购成功 那罗一仁岂不是遗害山谷 我认为罗一仁和孟子敬 不是没有谈仗 而是他有先见之明 对了 一仁果子里是仗义的 看来你跟罗一仁还有感应啊 还是摇感 我们总部负责金融地说 他确定 罗一仁是事先得到了夏部长后面丰盛 估计在前难逃 因此大意理据了孟子敬 记住 我们总监用的词是大意理据 你用的是先见仗义 看来事实或许如此 英雄所见略同啊 罗一仁他再会做少女 也不会是掉进前眼里的人 在我最落魄的时候 他出钱帮我两次 都不少 凭你俩以前的关系 这都是正常 不不 有情有情 就能够抗慨相助了 你想得太简单 现在更多的是反力 是反目成仇 人总查量 罗一仁不是这样的人 他是负责监集穷的独善的人 看来风情火热的熊青春 还是赶不走你心里那个罗一仁 明白 你是清楚的 我心里有熊青春 但这并不妨碍我评价罗一仁 我在北京的关系都废弃了 我也不知道该问谁 你还是帮我打听打听他的消息吧 我心里确实放不下 不会的 我也很关注他们 有一单生意 你考虑一下 一周之内不必回答我 你的出现 总是给我带来异常 熊总 就他们两个人 看样子聊得渴头鸡了 吃过饭了吗 我吃了啊 你吃了吗 需不需要给你带点吃的回去 不用 我也吃过了 好的 熊总再见 这件事情的来源 来于一家移民顾问公司 他们找到了原总 也就是说 我卡里的第三方补贴 是这家移民顾问公司给的 正是 当时保密了 现在不是秘密了 不是秘密了 但还是你的个人隐私 明白了 我也在为这家移民中介公司打工 只不过是秘密打工 而我给地中海银行工作 是公开的 你的产述更清楚 我一直以为第三方补贴是因为税的事 现在看来我错了 也没有错 这只是商业运作的技巧而已 这家公司不会白给我钱 现在是不是要偷底了 我想跟你谈谈正是这个事啊 小灵 请 这家移民顾问公司的母公司背景很大 你知道 现在做服务这块的 信息 数据 是至关重要的 要我在地中海银行盗取数据 既然谈话的顺序被你打乱了 那我就把前言少了 从中间开始说 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 你服务的地中海银行数据库里的很多数据 也有从别处到去 这类机构全算在内都有类似的操作 你说到去 显然是用词不到 我们暂且就先用这层 各家数据汇总在一起 这就叫平台 在整个消费服务的格局上 信息 数据 资料 都是在很多正规严谨的机构中滚动 越滚越大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这对客户来说是好事 说明潜在的服务层面在丰富 服务团队在扩大 换句两句 这些数据落在了不法使用者的手 就成了丑闻 315晚会看过吗 一亿五千万中高端消费者的信息 像普攻鹰一样在天上飞着 真正在行业平台上运作的 都是默契的 严肃的 当然 也是司空见惯的 不是盗取 那我的行为算什么 资源共享的一个环节 数据转移 这种说法不能说服我 那只能说明 你这里还有好坏对错的框框 对不起 我今天要说的是 你这个框框太成就了 不适用于今天的经济法子 把一组数据转移到别处 是今天商业事件 每分每秒都在发生的事 像商业间谍一样 你奥特拉丘斗 你在说什么 商业间谍 你即将要做的事情 不会给任何人带来坏处 只会带来更多更潜在的服务 何为间谍 一个拿到戈达off的流程上 被黑中介勒索 被签证官刁难始终拿不到签证 突然有一天他接到一个陌生电话 告诉他赶紧去使馆办签证 别耽误了开学时间 你知道这个电话谁打来的吗 你知道那些人 从哪儿得到的孩子的信息 帮助这个孩子的机构 不应该得到更多的信息吗 明白 你别激动了 咱们讲起大道理了 你说这些无非是要告诉我 盗取有盗取的高尚之处 我问你 帮助那个留学生的是慈善机构吗 他们不收费吗 不是慈善机构 当然要收费 这些服务是有成本的 就像别人付钱给你是一样的 你说这些话就是要我相信 我把这些资料盗取 我把这些资料转移出来 是在做好事 资料的主人会这么认为吗 终究会了 我怎么认为就怎么说 你好好想一想 是非并不是这么简单的 我知道 林白 商业法则有时候不是用道德判断 商家对商家就是甲方对乙方 利益当先 不存在正义方和非正义方 我问你 我为这家中介机构 进行数据转移 这总是违法的吧 你不违法 你拿的是新景城的派遣合同 要违法也是他们违法 你只是违背了 地中海银行管理条例 明白了 留着后手 为了保护我 先不说了 余地总是要流出来的 改天 改天再聊 我相信你已经放弃了 非黑即白的简单判断 你再好好想想吧 最后 天天报价总可以吧 我说过一周之内 你不必要回答我 可以 六十万的百分之三十 是给我个人的 你执介所的年龄 认识多少 明白 我去银行工作 是为了给自己攒一份履历 没有想到会成为一枚棋子 别老往灰处下 地中海银行这份工作 你要是喜欢就继续去做 没有任何人会妨碍 即使有人在别处看到了 你转移出来的数据 那也是和无数数据混合起来的 默认程序 就像一滴奶滴进了泳池 瞬间就无影无踪了 只有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客户们 享受着送上门来的服务 当然 是永长的 你的山洞海铅火候 没有完全鼓起我的勇气 没完全 那就是有些心动了 普罗米修斯 这总能理解吧 在全世界各种版本的翻译中 它都是盗取火种 谁要是把盗取换成获取 这种好听的词语 那必定是不文明的书写 不是吗 你笑什么 看你现在煞有介事的样子 让我想到了过去的事情 来 慢走 再好好想想我这的话 我走了 跟着她 看她去哪儿 跟着她呢 看她去哪儿 接完吗 好啊 可现在 我们买房间还不够吗 管他呢 郑总 我回来了 熊总好 他去财富大厦 这个过程中 醋难免会挥发 煤灰柱说 没有 糖醋排骨这道菜 就给您介绍到这里 好啊 只要是没说弄 就说明他不是你说的那种人 哪种人啊 卑躬舍影的人 你报告里是这样写的 郑秋冬不是思维缜密的人 但他具备高学历 创业者的基本特征 他是思路异常的人 他的创作思路轻专业而中片门 去尼泊尔做虫草生意 广西做过传销 假身份闯荡北京CBD等冷门选择 这些令人费解的奇异行为 让他吃尽了苦头 他现在变得异常小心谨慎 唯恐同岛覆辙 甚至可以说是 卑躬舍影的人 你认为我的这份报告不够精准 结论有出入 没错 所有吃饭喝水的人 都是妥协的接受者 从帆府走卒到府上大路 人在现实里都是周批大 菜市场里走一走 公交车上挤一挤 再自律清高的人 也会有何必如此的逆反心理 我跟他谈的都是实实在在的 没有虚的 他虽然没说不 但也没说不 还是谨慎到牙齿的人 说他卑躬舍影 一点不过 那照你这么说 让他拷贝的靠户资料是没戏了 可以下结论了 百分之五十没戏 林拜啊你呀 总不是有人说你是混世魔王 我看你是太熟生气了 为什么不能说是百分之五十的希望呢 你要是落在索尔手里啊 会天天挨骂 他会咆哮地说 我们必须自我打气 必须自我赶脚良好 我看自我赶脚良好的不是索尔 是你吧 随即怎么说 你报价以后他的反应 应该说报价已出 他有所出动 但没说话 这就对了 这就对了 看来他还是一个朴实的俗人 卑躬舍影的人 这个时候会跳江起来叫喊着 不 他是见过钱的人 这十八万啊 咱们就先放在旁边不说 就说一下这个资料外泄的事 这哥在几年前 你家一听说资料外泄就大惊小怪 这还情有可怨 不懂吗 忙忙害怕 那哥到现在一看 这有什么呀 我俩的资料 还不知道多少人手上攥着呢 损失什么了吗 反正我没有 那就算被人利用了 那无非也就多几个骚扰电话而已 那也是利大于弊啊 利大于弊 有什么利可言 资料共享啊 我们只有变成资料的份 哪有共享的份啊 让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人共享 他们跟我们没有任何的约定 就这么共享了 我把利都赋予了你 把弊留给我自己 能接受吗 怎么想的呀 熊青春 爱人今儿呢 你学到凯文洋吗 他就是做类似的工作 在英国偷东西啊 再次报告啊 回卧室以后就听不清楚了 反正还在争论 郑总说了一句 他不想当卧敌 吓了我一跳 他会是谁的卧敌啊 想出来消夜吗 卧敌不就是打入敌人内部吗 郑总会是警察 警察不可能 但是他去那家银行 很可能是有目的的 越说越紧张 走吧 出去吃宵夜吧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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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文洋 洋凯文 你前哪有神神秘密 原来是做这一行的 不要看不起这行 这行也有正经名堂 学名叫CI 也叫BI 也就是做情报搜集的 英国大部分这种企业 还是属于中等水平 主要做一做数据分析 少数企业已经进入到了高端CI 开始做数据挖掘 台湾说过了 中国企业还是比较落后 现在大部分都还停留在报表阶段 竞争情报 中国也有人开始做这行了 我感兴趣 凯文洋具体是做什么的 分析师 级别挺高的那种 他说 他们好像能拿到各种机构的数据 不知道用什么手段 高度奇迷的 真的 什么银行交易啊 专利走向啊 各种会议备忘录 都可以成为他的案头资料 怎么来的 我估计就是雇佣吴是个 像你这样的人弄来的吧 你们看 对个人 安全 对社会 无害 这些都是研究素材 早就已经上升到科研层面了 看来你是主张我借这段了 不惜搬出前男友来助阵 你现在需要开放 你知道吗 需要现代观念的冲击 好吗 我听明白了 我老套 他现代 那你要这么说就没意思了 说搬来嘛 哪那么好转 哎 这才是你的心里话 本来嘛 十八万 我们今天看的那道房子 那买下十分之一呢 大厦安保监控系统 我已经检查了那一堂 我一会儿再去顶层看一下 就这儿 都试着 还有什么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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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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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独播剧场——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网Res 我 我和文件名 明天早上九点钟 我会发在你的手机里 郑经理 早 沈局长 这一点您尽管放心 各国在这方面都有制衡机构 法国有金融审慎监管局 它会对所有的支付机构进行监管 您说的这个机构 应该在登记表上注明 这样孩子过去就一目了然了 您看第三页的左下方 ACPR就是这个机构的缩写 哦 就是这 谢谢 不客气 再见 别玩了 走吧 路易斯 这么小的事情自己来就好了 还劳嫁你妈妈跑一趟 还愿意 谢谢啊 再见 没有 他是 你 你是 你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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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上打 中午一起吃个饭吧 还有别人吧 对 我在上次想见见你 好啊 时间不能太长 好 好 好 把那灯给我拿过来 小伙子尊人 突然关心 走 走 走 舞蹈 走 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位是我的上司 特会专列 杭州办公室副总 袁坤 袁总 袁总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啊 好记性 过目不忘 是见过 在新井陈龙面试考察 袁总那天怎么会在那儿呢 业务考察 来 坐吧 微笑 二 三 三 下一个 那边写去吧 看我这里 头抬抬 好 一 二 一 二 二 三 三 三 但是我还没下决心 郑先生 你很清楚 有一些人他们成事发展 成的是职位优势 还有一种成事是位置优势 就像现在的您 我们可以说服您的雇主 再相应提高报酬 好像所有人对这样的事 都不屑于认真 我是不是太迂腐了 袁总 我吃过苦的吗 无论做什么样的事 我都会按照能被发现去考虑 我不想做怕被发现的事 怕被发现的事 并不意味着是坏事 而且在这个世界上 还有永远不能被别人发现的事 保密是商业社会的常态 我们可以为你做到 保密 保护 保底 知识产权 商业合同 信用代号 密码 都是不能被别人发现的事 商业手段也是这样 不能让人知道 我们尊重保密意识 也尊重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的规矩 我看让他自己做决定了 现在该聊的 不该是什么道理 而是信任 不过说实话 邱总 像这样的事情 全世界的商权随时都在发生 不准的将来 它会成为理直气壮的共享机制 现在你还能得到十八万的报价 甚至更多 那以后呢 或许就是免费的一项义务 您说的那组链接 一定会留着痕迹 肯定会的 U盘不用考虑 内网禁用 USB存储 对 但是被授权的USB 倒是可以承担 你钱怎么付 你想怎么付 你给我 现金 好的 一字性付金 你再让我想想 来 小梦 填完表格的把表格交给我 去那边照相啊 听好了 都按过手里这个表格填 有什么不明白的再来问我 好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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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秩序啊 排好队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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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浙江电视台文艺部的 有些事情想要咨询一下 钟怀兰律师 您好 请问您是钟怀兰 钟律师吗 我是 你是哪位 我是浙江电视台文艺部的 我叫何雪芹 那个是这样的 按照合同啊 我们跟中宝传媒 有一台晚会的合作协议 那现在都应该要进行筹备了 那我们筹备组呢 又怎么又找不着 那个中宝传媒的 罗依仁 罗总 我们从那个官网上面啊 就查到了会所跟您的电话 我就想打个电话问一下 这个罗总 怎么样才能联系到他呀 罗总最近身体不好 不便联系 公司的经营管理 暂时交由 薛陆副董事长带领 因为有些事情 都是我跟罗总口头商议的 你要换做别人 我也会不知道 不清楚 那麻烦问一下 罗总 大约什么时候方便呢 对不起 这不是我们的业务 我不清楚 这里是律师事务所 具体的咨询事宜 请你跟中宝传媒的办公室联系 再见 那等一下 我再问一下那个罗总 他 他生了什么病啊 知道了你要怎么样 没有我啊 我就是想去北京看望一下他啊 其实你根本就没有跟我说实话 罗总他就没有生病对不对啊 其实你根本就没有跟我说实话 我没有告诉你 是因为你也没有告诉我你的真实生病 你究竟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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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前面说过了呀 我想与你视频交流 我们可以加个微信吗 算你管了 你还想对地中海一号干下去 你的案子 我们特会专列愿意接管 新景城毕竟太小 我们可以为你做未来的发展设计 你帮列聘网做的行政总处那单 我们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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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设计 这事你们都知道 看来案件里发生了不少事 看来案件里发生了不少事 特会专列是猎头大老 我的案子不值一提 不好意思 什么事啊 你知道吗 你已经和罗一人出事了 他不是一直跟夏吉国绑着吗 信夏的这回出事了 网上都报了 他肯定也脱不了干系啊 我跟他们公司网站上面 把他名字都给删了 就刚才的事 我在忙呢 我求求你了 你别再跟我提他了 你别管我老说你傻 你干吗老提他的事呢 我 行行行 我我见骨头行不行啊 我不是看你这是大事吗 你来算 晚上我跟晓晓去做司吧 人送的去 你自己吃完饭吧 会儿 等会儿 你又不许说我傻了 我媳妇 这事熊青春知道吗 什么事 你说银行那事 我猜你说过 对 我跟他商量过 他同意了 他和你们的看法一样 不认为道具说句算什么事 那个人还是直觉动 该相信他 好吧 我试试他 您好 您是方又均封科长 我是 我是梅兰律所中华兰 卢一仁的律师 跟我走吧 好久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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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镜子 我看着很憔悴吧 不 高冷 还是女神范 在这儿听这种话 刺耳 没想到在这种地方见面 人生无常 好在你的定性没有变 我询问过了 还是协助调查 一人 谢谢你的信任 让我做你的律师 别客气 人生无常 材料都看了 看了 吓了我一跳 以为我看错了 什么意思 你没跟夏季过结婚 我对外从来没有跟别人说过 我跟他结婚 都是别人穿的 我知道 有多少人希望我跟他结婚 你看我都傻了 配偶栏里写的还是邹旭萍 原配 真是满天国海 怎么回事 很简单 我认识夏季国前 他就跟他老婆提出离婚 这个邹旭萍你不得不服 在家关着门哭了三天 在分得大量财产后 就跟他离婚了 离婚后你知道吗 不愧是财政局的高官 账算得轻 办完离婚手续的第二天 他就要闹着复婚 说后悔了 在家何咬自杀 被他女儿救了下来 离婚前不闹 离婚后要死要活 既要财产也要人 对 先拿到分得的财产 再闹复婚 这是他壮大运 付不了婚怎么办 要不说是高人呢 邹旭萍找到我 说他握有老夏受贿 在旷旗南暗谷 财产转移海外的证据 要他三更死 他就听不到计较的声音 一出闹局 让我劝夏季国妥协复婚 接着他女儿又来找到我 娘俩配合得珠连闭合 让我死了嫁入豪门的心 摊妈妈为了她和那个家 会拼到鱼死网破 不 当时他俩离婚的事 向有关部门汇报过 消息就慢慢传出去了 老夏面临提拔 正在接受审查 根本经不起邹旭萍这么闹 那个邹旭萍 当初如果不闹 你会嫁给他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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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